据今日美国报道 美国国会发现 4月底批准了一项支出法案 指定播出500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3.5万亿元 就即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美国经济 但这笔钱现在却去向沉迷 只了解 这笔钱旨在帮助美国民众 企业和地方政府 抵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灾难 但是报告显示 本应该向美国航空公司 和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企业 支付的460亿美元 目前尚未到账 除此之外 其余的4540亿美元中 美国财政部 仅向美联储二级市场公司的信贷基金 拨付了375亿美元 剩下的钱目前不知去向 5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 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最了解 为了确保这笔钱顺利下放 美国国会还专门成立了一个 特别监督委员会 他们每30天要向国会报告一次 财政部和美联储 对救助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讽刺的是 该特别监督委员会主席 该由谁担任 至今仍未达成一致 近8周过去了 该委员会到现在还没有主席 处于群龙无首状态 在主席一直空缺的情况下 该委员会4名成员 在5月18号发布了第一份 长达17页的调查报告 重点关注 财政部资金如何运作 持续蔓延的疫情 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大幅冲击 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按年率计算下滑4.8% 4月份美国失业率飙升至14.7% 尽管美国不断呼吁 尽快推进经济重启 但财政部管理不善 导致经济救助进程缓慢 几乎没有下放手里的救助资金 对此民众大失所望 而5000亿美元到底何时才能落实到企业手中 只能拭目以待